无上刀就是无上正等正就 如法华金首两品 每自作时宜 以和令众生得如无上刀 俗成就佛人 这是一首棋子 每自作时宜 常常自己要有这个念头 这个念头好啊 祝福常常有这个念头 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 以和令众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 得如无上刀 恒快地就成就佛神 成就无上菩提 那我们知道啊 就是无量受刀 就是四十八愿 就是幸运痴迷 法华金首两品上所说的 就是净土法门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正途 净土法门 特别难信 要不讲清楚 不讲明白 讲清楚 讲明白 还得要多讲 那有一种人 他一生能成就 虽然不相信 他喜欢听 不断重复地听 只要有这么一个爱好 他就会成就 为什么呢 总有一天 他真搞清楚了 他就下定决心 把一切统统保抢 如果像一般读书 听个几遍就不想再听 这个东西我学过 过去学过 不想再看 那这就难了 所以现在有一部好书 对金总帮助非常大 黄年初老爵子 最后这一部 是他人家说的 不少同学 拿着这个录音 录像 来比对 把他写成文字 进修节药 报门他 分量不大 对大臣小臣 中门脚下 闲教密教 通通通通通都讲到了 每一个话门 到最后都归进度 好极了 对本书可以带我们入门 对本书可以带我们入门的 真入门之后 你搞清楚了 你在设立其他大臣间谍 可以 不是不能看 可以看 可以看 可是我们方向目标 一定要定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我要到极乐世界去 我要清静阿弥陀佛 我要拜阿弥陀佛 做弥陀的词 那发华经上 这四句话了 你就真的受用 说谁 就说这个人 我们自己想成就 要帮别人成就 常常想着 如何帮助众生 信 净土 认识 净土 依净土方法 修行 逼成 无声道 发脏 菩萨 一分如是 因为四句记 是仿华经上说的 发脏 比丘做道了 他与令众生 知无上道 知 鼻知 可有二切 鼻知 鼻定 能达到 第一个 第一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 鼻知 无上道 本月 这主题 本月 就是四十八月 四十八月 主题 就这一句话 四十八月 帮助一切忠诚 鼻定 达到 无上道 云云云 都如是 那 你看第一月 是讲 身到西方极乐世界 身体 跟阿弥陀佛一样 自摸 真经 色神 这清 金刚 不坏神 真的是 无量寿 这不是 假的 金刚 不坏神 因为什么 凡复 头一个 就是我身体 他不念别 我身体健康 重要 尤其中年 以上 要怎样 保养身体 让他不要生病 不生病 有个好办法 身体 是物质 物质 是随着念头转的 尽随心转 嘛 心好 就不容易生病 什么好 心最好呢 怎样帮助众生 逼成无上道 这个念头好 常常常有这个念头 我让我都帮助他 毁谤我的人 陷害我的人 找我麻烦的人 障碍我的人 我们通通都要帮助他 要用平等的心 为什么 他也是本来是佛 迷得比我深了 我很幸运 我原来也迷惑 我觉悟了 我回头了 他还没觉悟 他还没回头 我们要以善求方便 帮助他 帮助他最普遍 回向给他 我们将近 修行念佛 拜佛 把这功德 回向给他 普遍回向 拜佛千万不要漏掉一句 最后 我们要带 变法界 虚空界 一切众生 礼佛三拜 求生 净土 希望变法界 一切众生 统统求生 净土 我们的新疗开阔 阿妮陀佛 阿妮陀佛 阿妮陀佛